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天豪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遗传的染色题 好,那在讲遗传染色题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大家有没有曾经有听过 可能老一辈跟你说 就是如果你今天把比较甜 你吃过比较甜的橘子的种子 拿去种,它长出来的橘子树 结成的橘子也会比较甜呢? 没听过的话,你可以现在去试试看 因为我跟你讲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种子拿下去种 然后种了之后大概过个 应该N年之后就可以收成了 你就可以尝尝看那橘子是不是真的比较甜 有人说可能觉得这样太久 但是我觉得真相经历的时间的考验 你说是吧 或者是呢,有没有曾经听过 有人说 我觉得你的头发很像你爸 你的眼睛其实长得跟你爸也很像 你的鼻子跟你妈好像 然后你的脸整个长的脸型跟你妈好像 奇怪了 为什么我要不就像我妈? 要不就像我爸呢? 或者是你曾经好奇 为什么我长得不像金城武那么帅 或者杨明这么高 或者林志宁这么正 或者像皮肤像白雪公主一样白 或者唱歌 不像周杰文或蔡林一样这么好听 或者教学风格也不像我一样那么的优秀 对不对? 其实这一切呢都是源自于天生的 当我们讲到天生的时候有人说 哎呀,这天生的嘛 这其实他们就是在告诉你说 遗传的意思哦 遗传呢就是很多东西天生下来就拥有 这就是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 那遗传它怎么遗传的? 它其实就是靠着这两只 这两只呢我们叫它染色体 那染色体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呢都是一对一对的 也就是成对的 像这样就是两个是不是叫一对对不对? 他们怎么决定你的这些长相啊 或是身高等等的 他们就是靠着这边的叫做等位基因哦 就是同样的一个高度的这两个位置去决定 例如说这个决定你的身高好了 那这个呢这一段可能就决定你的长相 这一段呢可能就决定你的头发颜色 这一段决定你瞳孔的颜色 好那这两条呢其中一条来自于你的爸爸 另外一条来自于你的妈妈 所以你的妈妈给你一条 你的爸爸给你一条 两个这两条共同决定你到底长的是什么样 那这一对呢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我们叫他同源染色体 他们有同样一个源头就是来自于你的父母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好奇 老师啊这不是才两条 啊我身体这么多 啊我的手的大小呢 啊我的那个聪明呢 啊我的嘴巴呢 我的嘴唇呢怎么办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有23对染色体 来决定我们身体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部分 那这23对呢有22对是体染色体 有一对是性染色体 总共23对 哦奇怪 老师这边呢22 啊这边不就2324有20对 不对哦 我们这性染色体呢 你有可能会是 XY或是XX 如果你今天是XY你就是男生 如果你今天是XX就是女生 所以这个是性染色体 他决定了你的性别 所以呢你如果今天是男生 你就很清楚知道你现在的性染色体就是X跟Y 如果你今天是女生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性染色体是X跟X 好那接下来呢 究竟我们的染色体是怎么弄出来的啊 染色体呢其实是有我们最原始的DNA 也就是缺氧核痰核酸两个宽度大概约2奈米左右 很小很小很小哦 10的-9次方公尺哦 很小吧 这2奈米这是10的-9次方公尺 然后呢他慢慢的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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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卷成染色值最后卷成了大约1400奈米的大小 哇他卷了很久很久很久卷了1400奈米哦 所以他最原始是由DNA开始卷成染色值最后卷成了染色体的哦 那有没有人会好奇说奇怪了 我兄弟里面如果刚刚就有23对染色体 诶那我不断长大过程中细胞一直分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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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就每个细胞的染色体就越来越少了吗 细胞其实很聪明哦 那我们来看他怎么个聪明法好了 好首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原本呢 在细胞里面会有成对成对的染色体 那这一对一对的我们我们叫他同源染色体 好那在细胞如果要分裂要一个变两个的时候 看到呢他会先多复制一次 我是不是可以刚刚好分给两个细胞了 然后呢这个呢一个叉叉看起来像这个叉叉 我们叫他二分体或者我们叫他姐妹染色分体 你有没有看到原本是一条 后来呢他跑出来一个他姐妹另外一条嘛 所以我们就叫他姐妹染色分体 好接下来呢他就要进入到细胞分裂的过程 要产生新的细胞 那到底怎么产生的呢 大家就点后面这个细胞分裂连结 会有另外一个章节告诉大家细胞怎么分裂的哦 143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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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8a 1 6 8 1 5 2